Hi! My name is Guy1 今天要來快速開箱一台超級便宜的筆電 OK! 這一台筆電就是我們的 ASUS E210M 超便宜筆電 它的外觀設計看起來還蠻特別的 有一種神奇的炫光效果 看來要雙手才能把它打開 那我們盒子裡面還有幾張 推銷你購買延長保固的卡片 跟一本 使用手冊跟保證卡 最後盒子裡面還有一個33瓦的併壓器 就這樣結束 OK! 那我們的快速開箱就這樣完成 那我們待會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筆電的優缺點 跟一些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OK! 那我們已經使用這台電腦差不多5個小時了 那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台筆電的優缺點 跟一些我自己的小小心得 第一個很酷的地方就是 這台筆電完全沒有風扇 所以它是完全安靜的 不會有任何的神靈 但是它也完全沒有留任何空洞 讓它散熱 所以你使用一陣子之後 你會感覺霧面 溫溫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螢幕的部分 那它螢幕亮度是OK的 我覺得它夠亮 正常使用應該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它的可視角度呢 就有一點不太好 像是 這樣子看 跟這樣子看 它的顏色差就差 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要來Photoshop 或者是一些編排設計的話 就不太適合用這台電腦來做這些東西 它的螢幕可以撐開來180度 這樣子使用就會更加靈活 像是有時候像這樣子使用 反正使用就會更加靈活 你就不會被這個螢幕的角度限制 接下來我們來講喇叭的部分 雖然它有兩個喇叭 但是它的最大音量 我覺得算是普通普通 那它的低音非常非常的飽滿 但高音我就覺得它一點模糊不清 就是聽不清楚它的高音在幹什麼 那這就是個人喜好 可能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正常使用是還蠻OK的 但是你如果要聽音樂啊 或者是交響樂有那種比較高音的 可能就 接下來我們講鍵盤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鍵盤的品質算是非常非常好 它幾乎沒有什麼晃動 像這種長長的按鍵 都沒有什麼晃動 非常紮實的按鍵 我在打字的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Delete鍵 比它的電源鍵有點太靠近了 所以有時候就會不小心 就按到電源鍵 所以如果你要避開電源鍵的話 你就要把電源鍵這個 設定去把它設到 可能是沒有任何動作 就是按電源鍵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不然你就會一直按到電源鍵 然後你一直把你電腦關掉 那打字我還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按鍵是比較矮 寬的 所以我的手超大 就是按按鍵的時候 會常常按到其他不應該按要的按鍵 ASUS的筆電都有這個功能 就是Function鎖的概念 那它的Function鎖 你就不用組合按鍵 再去按上面這一排的功能 像是你的音量鍵 你就可以直接來調整 亮度也可以直接來做調整 我們還有觸控板鎖定 螢幕投影 電腦鎖定 視訊鏡頭鎖定 螢幕截圖 那接下來我們講這個觸控板的部分 那它的觸控板左右鍵都非常清脆 而且都輕輕鬆鬆就可以點下去 我真的覺得超棒 那它的觸控板非常非常準確 也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那它的觸控板也有一個超附線的 就是它的數字鍵盤的部分 你就可以按右上角這裡有一個on off 我們就可以快速切換到數字鍵盤模式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使用我們的計算機 但是如果你是重度計算機使用者 這個可能就是速度跟準確性沒有那麼高 實體的數字鍵還是會有差的 接下來我們來講這台筆電效能的部分 那它是用Celeron的4020處理器 那你不可能拿來玩電動 你拿來玩電動 你可能開一個遊戲要開一個半個小時之類的 那這台筆電就真的是文書處理的電腦 你就是上個網 打個文字 看個YouTube是沒有問題的 你Chrome只要一打開 你的CPU就是維持在100% 你幾乎是沒有辦法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可能要剪影片啊 或是你要修圖 Lightroom Photoshop之類的 那這台筆電就真的不太適合你 而且它的螢幕又這麼爛 那這台筆電的效能 讓它變得有點像是Chromebook 因為你就是打開瀏覽器啊 用一些Google的服務這樣而已 但是它跑的是Windows 那你也可以輕鬆的從Windows S模式 直接跳到Windows Home模式 就是正常的Windows Home 你就可以下載很多的什麼EXE啊 執行檔 其他的 你想要裝什麼都可以 這是Windows筆電 但好像也不能裝什麼東西 因為它 裝完Windows更新所有東西之後 它只剩下17GB的記憶體 真是超少 而且它的記憶體是用Sendisk的記憶體 它就是速度介於SSD跟傳統硬碟之間 就是 算還OK啦 只是容量非常非常小 所以很明顯的這台筆電 就是要給文書處理的人使用 我覺得這台筆電的價格非常非常有優勢 就你用這個價格 你只能去買iPad的鍵盤而已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 ASUS 1210M的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個遊戲全部都是開箱影片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